我的朋友在阿富汗被一群塔利班跟踪了 这个故事是代表我最好的朋友讲出来的 他叫汤姆 我们从小就认识 我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 他在美国陆军的油漆兵团的一个营历服役了好几年 在阿富汗战场经历了很多故事 非常遗憾的是 在最近的一场交通事故中 汤姆去世了 2013年的时候 汤姆所在的部队被派遣到了阿富汗的坎德哈省 他当时是一个一等兵 被派去世已经在军队服役一年 并且在最后几个月里被分配到了第一游击兵团 为了走到现在的位置 他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训练 比如频繁的练习 从飞机上跳下来执行艰难的任务 因此他很渴望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阿富汗的四个月里 他最终参与了19次战斗 都是针对高价值目标的夜间突袭 一般都是当地塔利班组织的指挥官 或者其他相关人物 是这样的 游击兵和其他特种部队特别擅长夜间行动 他们在晚上训练 并且常常在夜色的掩盖下行动 塔利班缺少大规模的意识设备 而每个游击兵都配备了 金钱所能换来的最高级的装备 有了这样的优势 再加上他们人数众多 训练有素 所以在采取行动的时候 美军感觉自己就是夜晚的主宰 然而 并非每一次都是这样 有一天晚上 汤姆所在的队伍 再次被派去袭击高价值目标 做完常规的简报和准备工作后 大约30名士兵登上了直升机 前往目标地点 然后在夜色的掩盖下飞机进行探索 汤姆是一个二人机枪队的成员 他的队长夏世凯尔负责操纵机枪 作为他的助理机枪手 汤姆负责携带备用的连接弹药袋 呼叫火力调整 并在敌人视同从侧翼攻击时掩护下飞 从直升机上下来后 汤姆和凯尔移动到指定的堡垒 那是一个火力小组 可以架设装备 并阻止敌军进入的地方 这次的任务目标 是一座看似被遗弃 且严重损毁的小村庄 有着破碎的石块 和多个被炸毁的小屋 整个地方都非常令人不安 除了一直在建筑物的影子里出没的黑猫之外 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 那天晚上 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 用诡异的光线照射着摇摇欲坠的古建筑 确保机枪已经架设好之后 汤姆对村庄进行了调查 最后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不到50米远的一堵破损的石墙上 墙的中间打了一个洞 刚好够一个人把头和肩膀伸出来 几乎在整个任务过程中 他都专注地盯着那个洞口 红外激光和M4A1突击步枪随时待命 等待着AK4G的枪管随时出现 但始终都没有看到 步枪队进入村庄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但没有找到高价值目标的踪迹 也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于是 凯尔和汤姆 转移到了距离目标低点100多米远的一个大猴沟里 与步枪队的几个成员会合 他们继续监视周边地区 同时讨论着该如何进行任务 就在这时一切都乱了套 队伍里的一个高级中士跑了过来 对着汤姆和其他游击兵大喊 让他们赶紧从壕沟里跑出来 通讯网不断地发出命令 让他们撤退到降落去 以便撤离 汤姆和凯尔非常疑惑 是爆炸物处理小组发现了什么吗 也许他们都站在埋藏的简易爆炸装置上 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直升机以双倍的速度 回到他们所在的位置并降落 好让所有游骑兵都可以上机 最后请点一次人员 确保没有人落下 然后直升机就起飞并返回来机场 这次任务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感觉好像刚开始就结束了 没有发射一枪一弹 也没有与塔利班进行接触 至少汤姆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队伍在回到基地后接受了简报 任务突然取消的原因变得清晰起来 汤姆和凯尔在壕沟里安顿好没多久 游戏兵队里的信号接收专家 就在突击部队附近截取了敌军的无线电通话 塔利班非常清晰而冷静地开了口 壕沟里有六个士兵 其中两个在最左侧架设机枪 他们面朝西北 可以从侧面沿着狭道包抄他们 接着他们列出了突击部队 以及其位置的大量细节 他们在跟踪游戏兵队 准备将其一网打尽 从这无线电通话来看 很明显 数量不明的武装分子 正在准备一次潜在的致命伏击 除了被截获的无线电之外 游戏兵们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存在 地面上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活动的迹象 训练有速度狗没有嗅到任何气味 在该地区盘旋的无人机和掩护飞机 什么也没发现 即使他们装备了热成像 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然而塔利班却说出了大量游戏兵的细节信息 好像就在黑暗里 站在他们身边一样 对整个美国陆金来说 这都是一次屈辱的经历 对汤姆而言 哪怕之后同样部署的任务中 涉及了全面交火和伏击 每次想到这次任务 他都仍然感到几倍发凉 我在伊拉克战争中目睹了一起令人不安的审讯 2006年 我在美军第五特种部队负责伊拉克的审讯工作 当时美军在胜利基地建筑群的西南角 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拉德瓦尼耶宫 因为在这里 萨达姆和伊拉克统治阶级精英使用的宫殿 以及其他豪华度假式居中设施 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的工作是询问高价值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会优先考虑那些 我们认为比一般投弹者更重要 更有影响力 只是更渊博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会做一些更高强度的长期审讯工作 但是现实令我很失望 一切都很平凡 甚至是无聊 那时大家都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 那里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储备 与此同时 伊拉克人开始自相残杀 这件事发生在黄金清真寺爆炸事件之后 这一事件基本上可以说揭开了伊拉克内战的序幕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这次故事的重点 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建造隔离设施的地方 专门用于关押高价值囚犯 在这个设施里他们不能相互交流 也不能像其他大型拘留中心那样和一般人交流 那时克罗帕口流营还在和阿布格莱布做生意 我们找到了几个看起来不错的小楼 有着很高的墙和足够大的空间 可以容纳大约20个衣柜大小的牢房 我们考察的其中一个地方 是三菱里的一个砖器建筑 我用三菱这个词不是很严谨 因为在伊拉克并没有你所想象的华盛顿州 或者皇室公园那样的森林 这只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的一片树林 每天晚上你都能看到一大群蝙蝠从南边的树林里飞出来 他们会飞过拉德瓦尼耶宫前的大湖吃昆虫 这个湖是死水 总之这森林中间有一栋小小的灰色建筑 这是一个圆形建筑 外面是黑色的大理石 不过里面是钢筋混凝土 厚厚的木门后面还藏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 当时我们对这栋建筑的用处毫不知情 或许是萨达姆宫殿的仓库 它没有窗户 管道 也没有家具 我们都觉得没有人会住在这里 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个监狱 爆炸屋处理小组的人已经检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完全搞不懂这栋建筑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我们也并不在乎 所以我们都说 管它呢 然后拿来一堆板材开始组装 最后我们搭建出一个大的圆形房间 警卫可以在里面休息 还有一个用来关押囚犯的房间 每个囚犯都有一间交合板做的牢房 里面有一个泡沫床垫 一条毯子和一本古篮经 这个地方没有管道 所以警卫会把囚犯压到外面 使用他们搭建的一个移动厕所 军事情报团队有一间单独的小木屋 我们可以在那里使用加密电脑 以及写报告 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 把一切都准备好 然后特种部队的人 开始把囚犯们带了过来 前面我也说了 这是一份无聊的工作 这是伊拉克一个相当糟糕的时期 因为暴力事件频发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士兵没有受过进行调查的训练 所以他们倾向于 把所有自己感觉看起来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然后把他们带过来进行审问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炸弹爆炸了 那么他们会把街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调查谁是真正的犯人 而军事情报的人会搞清楚的 我们还有一支伊拉克特种部队 理论上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现在回想起来 我认为他们更像是一个暗杀小组 根据美军上级命令去处理一些高价值人员 伊拉克的一切都属于帮派或黑手党什么的 我们并不在乎 因为他们暂时是跟我们站在一边的 这就已经足够了 伊拉克特种部队送来一名囚犯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差不多工作了一个星期了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指控他是萨达姆的高级别成员 从最初进行武装干预开始 他就一直在逃亡 这时我们都非常疲惫了 说某人是萨达姆的高级别成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巴格达有非常多这样的人 我就叫他哈吉吧 他们把哈吉带来的时候蒙上了他的眼睛 这是押送囚犯的标准做法 他们把蒙着眼睛的哈吉带到房间里 给他拍照 录指纹 然后把他带进了审讯室 我将其称为阁间 这是军队审讯人员使用的通用术语 我们会直接说 我要到阁间里去了 之类的话 这间审讯室空间很小 铺着大理石地板 墙上贴着瓷砖 在这些华丽的宫殿里 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着马赛克瓷砖 总之他们把哈吉和史密斯中士带进了隔间 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 我不会使用他的真名 他是从步兵转来意溜的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时没有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他似乎是最不清楚情况的人 他收了一大笔钱 因为当时他们正在试图扩充军事职业专业 而我们缺少士官 史密斯中士擅长管理团队 武器训练 培育责任感 以及其他东西 这些都是步兵士官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他在军事情报这方面毫无建树 所以我们让他做管理人员和掩护人员 史密斯中士的工作 是讯闻犯人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他们的名字 宗教信仰 出生地等等 这都是最基本的背景调查 所有人应该都能问出这些答案 并且不会引起犯人的对抗 一旦掌握了基本信息 我们接下来就会把犯人转交到审讯者那里 他们会定制自己的审讯策略 我希望史密斯中士能做好这些工作 哈吉进来了 他们拿掉了他的眼罩 他在房间里环顾了一拳 看到了墙上的瓷砖图案 然后这家伙开始尖叫了起来 我是说尖叫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 他一定是吓坏了 史密斯中士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一个问题都还没来得及问的 但是这家伙一直不停地尖叫 踢打 扭动 程度之剧烈 我们都觉得他要伤到自己了 最终我们不得不取消审讯 警卫几乎是把他拖出了房间 这当然只是一场闹剧的开端 这里要说一下 当时是阿布格莱布事件之后 所以美军当时很担心 受到言行逼供的指控 从警卫长到基地指挥官 听到这个囚犯 声嘶力竭的尖叫 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史密斯中士 警卫和目击者都必须发誓 说自己没有看到任何不当行为 史密斯中士没有碰他 甚至没有跟他说话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他只是看了一眼墙面 然后就发疯了 最终哈吉冷静了下来 我们第二天试图重新跟他进行接触 我们开车把他送到克罗帕口流营 因为他在这栋楼里快疯了 克罗帕的审讯官又让史密斯中士进去了 这一次这家伙愿意开口了 他声称自己是萨达姆的一位高级警官 那栋楼在他的认识当中 是一个叫做洞穴的地方 他之前进过那里 知道凡是进入洞穴的人 没有一个能出来的 他发现自己身处那个房间时 以为我们要杀了他 听他这样说 我们立即回去询问警卫 有没有见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们开始觉得这是某种处罚事 所以这里可能还有侵犯人权 或者进行谋杀的证据 我们可以用这些证据来对付萨达姆 当时还是2006年 所以对萨达姆的审判仍然在进行中 一直到12月他才被处决 原刑办公室里的一些警卫告诉我们 说地板上的瓷砖松动了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还得给刑事调查部打电话 让他们来找尸体之类的 但史密斯中士不想等了 他觉得自己能行 所有的事情都想自己干 所以他直接掀起瓷砖 然后我们发现 几层脚板的甲地板下面掩盖着一个洞穴 而且这个洞狠心 肯定是最近几年弄出来的 当时我们想 可能是有人试图在武装干预期间 掩盖万人坑之类的东西 希望美国人不要发现 这个洞基本上是圆的 有两米宽 向下延伸了很长的距离 史密斯中士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掰开一个荧光棒 把它丢了下去 荧光棒往下掉了很远 我们都看不见它的亮光了 没有水花 没有回声 什么都没有 它就只是不断地坠落 直到光线消失 所以我们又往下面丢了一些砖块和别的东西 但是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史密斯中士决心解决这个谜团 当时的智能手机还没有高清晰度的摄像头 我们的手头也没有相机 没法用绳子吊起来放下去之类的 不过史密斯中士去过开拓者学校 对此他十分自豪 他知道如何沿着绳索下滑 也是用绳索移动设备的持证专家 于是他从汉马车上拿了一根很长的绳子 系上军用座椅 然后自己爬了上去 现在想来这样做真是太愚蠢了 但是当时没有人阻止他 于是史密斯中士开始下滑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他跟我们通话说洞穴下面很冷 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闻不到 那根绳子起码有三十多米长 之前是系在外面汉马车的拖车上的 所以我们觉得绳子怎么也不会突然不够用的 我们还让一个二等兵坐在汉马车里 以防万一我们需要把它迅速地拉上来 史密斯中士继续往下降 然后他大喊着告诉我们 自己要再摆断一根荧光棒 大约三秒钟后 我们听到了他的尖叫声 他甚至顾不上告诉我们自己害怕的是什么 史密斯中士就只是喊叫着 完了完了 然后痛苦地尖叫起来 那声音甚至比之前哈吉的尖叫还要可怕 我完全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 在我的概念当中 只有人被生吞活泼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尖叫 警卫们开始对着那个二等兵 大喊让他把史密斯拉出来 他发动汉马车往前拉 绳子开始上来了 警卫长站在坑边 俯视着绳子从洞里面被拉上来 我得说一下 史密斯中士没有武器 审讯官们都没有 警卫们有警棍 但是在那个设施里 唯一允许使用的武器 是警卫长携带的M9枪支 其他的武器都被锁起来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喊叫着 史密斯中士在洞里面尖叫着 绳子被拉上来了 但速度不够快 然后警卫长掏出了他的武器 朝着洞里开了三枪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大多数人都嘀咕了枪的声响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水泥房间里的枪声 除了开始出现的耳鸣 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 但史密斯中士的尖叫停止了 这一点我很确定 绳子继续被拉上来 但是史密斯中士没有跟绳子一起出来 上面只沾满了血液和黑色的粘液 警卫命令所有人出去 我没看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直到今天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有一份名为15-6的行政调查 刑事调查部介入了 我们所有人都写了一堆宣誓词词 他们把所有的审讯官都转移到克罗帕 并且再也不允许我们和那些警卫交谈了 我们不是一个部队的 所以我也没什么理由跟他们交流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第五部队的朋友那儿听来的 军队把爆破组带了过去 做了一个可控的引爆装置 把整栋楼移为了平地 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块水泥板 然后在四周架写了围栏 还放置了标语 让人们不要进入森林 因为那里的蝙蝠携带狂犬病毒 我从未搞清楚史密斯中士遭遇了什么事 也没见过15-6的副本 或者官方的死因说明 后来我查了他的普告 发现上面说他死于排气炮袭击 就是那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无差别袭击 我还听说那个警卫长自杀了 我也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解释 希望我能讲个更好的故事 只是我不知道我们离开后发生了什么 如果当时有其他人在场的话 可能会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 并且我把这点也写进了自己的证词里 史密斯中士并不是那个洞里唯一尖叫的人